韩红 韩红曝光明星捐款数额,捐200元的反过来抱怨韩红,细子无情。 韩红平时热衷慈善公益事业,从2000年到现在,韩红共收养了200多名孤儿。 帮助的贫困家庭超过了700多户,娱乐圈的明星能做到这些的并不多见。 韩红还以身作则经常举办慈善晚会,有一次晚会,韩红邀请了80多位明星来参加。 却没有一个人来,这些明星用各种理由推辞,韩红气得当场就怒骂,赚了这么多的钱不用来做慈善,也花不完,是不是等着买棺菜用。 但是,也有人嘲笑辱骂韩红是为了作秀,韩红随后在朋友圈晒出各大明星的捐款金额,这性子还真是急啊。 刘涛20万,韩红10万,孙力2万,还有几位是200元,而正是这几位200元的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。 某捐款200元的女星在直播里就表示了对韩红这一行为的不满,该女星表示这本来就是一场策划。 因为有些明星是知道名单会公布的,所以在捐款的时候金额会增加,而有些人则只是踏踏实实的捐款而已,虽然捐的少了,但是却引来了网友们的谩骂。 小编写觉得,捐多捐少是一种心意,慈善不是作秀,只要出力了就是好样的。 也希望多一些明星做公益,不是因为他们钱多,而是因为他们影响力大,可以带动更多的人,你说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